好 现在请大家端坐好 放松 我们要进行音箱练习 如果我现在讲话 音频就很高亢 你们的心就静不下来 如果我们在重播进度的时候 播放进度的时候 如果声音很大声 你们的心也不容易静下来 所以真的是要用心 要宁静 要沉淀 为了要协助大家明心见性 为了要协助大家明心开发心恋处 让这一颗心能够越来越清楚 越明觉 现在我们有个进度 希望大家好好的去练习 这是透过一些方便法 让大家具体有效地去开发觉受 开发深层的明觉 开发维系的明觉 我们要练习的就是明色分界智 明色分界智 为什么要做这方面的练习 一般人的心 因为躁动不安 不容易静下来 所以你的觉知就属于比较迟钝 常常不是不知不觉 不然就是后知后觉 觉知迟钝 心灵品质就会比较粗糙 所以你很多潜意识里面 有问题的那些运作方式 会带给自己跟带给众生痛苦的那些运作方式 你就很不容易觉察到 所以为了能够更深入的去看到我们的潜意识 为了能够真的明心 您需要透过一些方便法的练习 让您逐渐的真的越来越明觉 观察越来越细腻 越深入 这时候你才能够看到我们的起心动念 我们的潜伏心态 现在请大家端坐 放松 越放松越好 如果你绷紧的话 你神经的感觉就会比较迟钝 要放松 所以为什么佛门要禁止吃兴奋剂 包括抽烟喝酒都要禁止 因为那些兴奋剂 会让你的神经感觉 迟钝 很多觉受你都感觉不到 所以要放松 越放松越好 越放松越好 端坐 将手 双手 放在双腿上 手掌 伸开 不要握拳 现在 跟以前练习 静坐中 动中禅 不一样的地方 就在于 您 不要下达口令 您 现在 也不是 只是 心跟手 结合 为 而一 结合 而已 不是 心手 结合 而已 而是要来到 您要去 看到 您 手的 动作 之前的 意识 之流 来 现在 将右手 慢慢的 举起 举起 离腿 差不多 二十公分 向前 向后 向左 向右 慢慢的移动 这时候 您都不要 刻意去 用力 不要刻意 下达 口令 您 您 只是 手 在 前 后 左右 移动 您 去 感受 要用 心灵 去感受 在 手 动作 之前 是不是 您的 意根 有在 下达 口令 您 不要刻意 不要刻意 下达 口令 您 只是 动作 但是 在 动作 之前 都有一股 意识之流 在 下达 命令 引导 手 的动向 右手 放下 再换 左手 举起 同样 去练习 去感受 我的手掌 手肘 要举起 然后 向前 向后 向左 向右 移动 是不是 都有一股 意识之流 先 流传 传递 讯息 到 手 才会动 您 您 千万 不要 随便 认为说 这个 我都知道 这个 神经 在传导 我都知道 那些 知道 都是 只是 头脑的 知见 你要 你要 真正的 体验到 真正的 看到 去感受到 如果你没有 去练习 你的知道 只是头脑的 知见 您有去练习 有去真正的 看到 您才会 真的 心灵 神会 动作 不要快 慢慢进行 但是 要有一些 转换方向的 变动 这样 你才比较 容易看到 要转向 之前 你深层的 意根 都有在 下达 并令 虽然 你表层的 意识 没有在 下达 口令 但是 深层里面 都有在 指挥 有在 下达 命令 透过 神经 传导 肢体 才 动作 动作 不要快 你要 以看到 意识 滋留 为主 看不到的时候 可以再 重复 事实上 在你动作之前 是有经过 几个阶段 你的意根 有起了意向作用 意恋 意恋 本身 它有在 波动 这时候 这时候 透过 意识 这流 神经 传导 起心 动念 之后 它会 传导 到达 肢体 肢体 受到 命令 讯息 它就 跟着 动作 医学 解剖上 可以证明 问题是 你现在 要来到 勤 正 而且 要去看到 那个 很 维系的 意识 之流 在传导 的过程 你的心 要逐渐的 维系 你的明觉 要逐渐的 深入 你才 看得到 这也是 受恋住 觉受的 加强 开发 也是 明觉的 加强 开发 千万 不要 只是 停留在 头脑 之间 你如果 只是 停留在 头脑 之间 那你的 动作 很 粗鲁 觉性 很 差 自己也 不知道 记得 要以 清 清楚地感受到那一股意识之流 你要它提 它才会提 要它移动 它才会移动 向左 向右 都是如此 你都有一股意识之流 在流经 在传递 它才跟着动作 你要经历过这个阶段的练习觉察 你才能够清楚地看到您深层的起心动念 好 现在请大家把手放在腿上 双手放在腿上 手掌伸开 不要握拳 现在手肘 手掌都不动 只有动手指 手指头 左右手 轮流 交替来动 现在你先动 右手五个指头里面的其中一只 再换 左手动 一只指头 左右 左右两边不必对称 左右两边不必对称 手指的动也不要按照次序 左右手交替 至于要先动哪一根 你不用预设 不用按照次序 你任意动一根 然后在动作之前去觉察 是不是连动一根手指头 手指头都有意识之流 在流经 在传导 这样渐渐维细的动 你能不能清楚的看到 能不能清楚的明觉到 您要练习 您才能够开发更深入 更维系的觉受明觉 您要去看到 那个意识之流 从哪里流出 你的起心动恋 从哪里流出 为什么要左右手交替 因为距离比较远 距离比较远 您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到 哪一股意识之流 它是左右两边再跑来跑去 这么多变化 什么变化 我想那种各种感觉 它的感觉 要能够提供 非常感觉 我们在 rotational领受 要认真去练习 去觉察 您才会具体地开发出维系的明觉 您才会真正逐渐地醒过来 醒过来 再来 要练习另一种觉察 双手放着不动 轻松地放着 现在将右手慢慢地举起 慢慢地离开右腿 慢慢地举起 你现在要去看到 要去觉察到的就是 我的手掌 手肘要举起的时候 要牵动多少的肌肉 要牵动多少的肌肉 多少的关节 是不是像起重机 要掉东西起来 很多的钢手都要牵连着动 这一只手才能够逐渐地提起 那它牵连到的肌肉 范围到哪里 有用力到的肌肉 牵连到哪里 你要具体去感受 然后放下 放下 您要去感受 那些牵连到的肌肉 它们放松的过程 再换另一手 换左手 再慢慢慢慢地举起 然后去感受 是不是像起重机 要掉起很重的东西 要牵连到很多的肌肉 关节 跟你胸部的肌肉 有关系吗 跟你腹部的肌肉 有关系吗 您要去 好好的 觉察 这是开发 觉手 开发 明觉 左右手 交替 练习 你要去感受到 什么叫做肌肉绷紧 什么叫做肌肉放松 神经绷紧 神经绷紧 神经放松 你都要去练习 去体验 好好好 去体验 身体肌肉狮紧 我要动 举起手掌 手掌 手掌 要牵连多少的姻缘 这也是要慢慢去体验升官缘起 现在您只要好好去觉受 去觉察 我要举起一只手 要牵连到多少的肌肉 多少的关节 您有没有感觉到很用力 很吃力 当您真正很放松的时候 您就可以感受到 我要举起一只手 都要很用力 然后您可以感受到最后的肌肉 你要去體會什麼叫做牽一髮動全身 好 現在把手放在腿上 現在手肘不動 你只要動一根指頭 前面我們是要去看到意識之流 現在請你去觀察 我要動一根指頭 要牽連多少的肌肉 要動一根指頭 要牽連多少的肌肉 多少的筋骨 多少的關節 一根指頭要動 它牽連到多少的範圍 哪些肌肉都要連動 大家要認真地去練習 你的心如果沒有靜下來 你根本就看不到 看不到深層的絕獸 看不到意識之流 那你怎麼看到潜伏的心態 現在只能看到起心動念呢 所以一般人就常常處在 不知不覺的世界裡 明色分界字的練習 明色分界字的練習 就是讓大家去看到 我們這個身體生命 是由物質和心靈組合而成 我們的生命是由明跟色 也就是心與物質組合而成 您要清楚地去看到 我們的肢體動作 我們的肢體動作 我們要講話 在這些肢體動作之前 是由一根在主導 您有起心動念 肢體才會跟著動作 所以您要從外表外向的肢體動作 去深入看到我們的潜意識 而且要去看到 你的心是主角 是主導 是主導 是主帥 您要做您自己生命的主人 而不是成為境界的奴隸 好 現在 再做另一種練習 這又是要深入到更深層的靈境 肢體 都不動 知識也都不動 您現在 越靈靜 越靈靜 越激靜 越好 您心靈 心靈裡面 就只要默練四個字 不要出聲音 不是用嘴巴練 是用您的心靈在練 默練四個字 念 念 念 分 明 這四個字 慢慢的念 一個字 一個字 慢慢的念 每一個字 每一個字 你可以間隔著兩三秒 你要很放鬆 很放鬆 很靈靜 去感受 去感受 當您 起心動念 練 每一個字的時候 你的心弧 有什麼樣的變化 您 一定要去 清楚的 感覺到 我 每念 一個字 一個念 頭起來 我的心弧 有什麼樣的變化 有沒有像 在靈靜的水邊 靈靜的池塘 我們 丟下 一顆 石頭的時候 向四周 再起 涟漪 波動 在靈靈的 對 有什麼樣的 抗爭 能夠 有什麼樣的 在靈靈的 往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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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的心没有静下来 你就看不到 觉察不到 如果你的心有灵静下来 明觉有开发出来 您就能够清楚地觉察到 我每起一个念头 一个声波出来 心乎它就会起变化 念 念 分明 明 明 感谢观看 您要好好地去练习 您才能够真正来到 心练处的开发觉察 您好好地练习 才能够看到我们的起心动念 你真的能够觉察到 你的起心动念 能够看到自己的潜伏意识 潜伏心态 您就会逐渐来到明心的阶段 当您能够看到我们的起心动念 看到我们的潜伏心态 您就会很自然地 逐渐减少播种恶因恶元 因为你终于逐渐看到 深层的问题 以前看不到 所以在播种恶因 结恶元 而不知道 当您明觉开发出来 当您能看到自己的潜伏心态 这时候你就会知道 我该怎么样去减少恶元 而多播种善因善元 所以一定要开发病觉 开发觉受 开发心恋处 让您的心越来越清明 明心就能逐渐从无名的世界 转为明醒的世界 你想要远离颠倒梦想 想要真的处理苦海 您必须来到明觉明心的阶段 没有开发明觉 没有开发明心的话 你还会继续在无名的世界 冲动运作 再来 您打坐的时候 就是可以透过观呼吸 入定 开发明觉 也可以透过动中禅 去开发明觉 开发深层的觉受 在走路 在走路 精醒的时候 精醒 一样 您现在要去看到 您的脚 要提起 提 疑 落 处 之前 是不是 是不是都有 意识之流 在引导 在下达命令 您不用刻意下达口令 您要去看到 哪股意识之流 在引导 还要去觉察 我的腿 我的脚 要抬起 要举起 要牵动到 多少的肌肉 跟我的腹部 胸部 脊椎 腰椎 有关联吗 你要清楚地去觉察 灵觉的开发 任何人替代你不了 必须你一步一脚印地去练习 就像吃饭 睡觉 没有人能替代你吃饭 再慈悲的佛菩萨 没办法替代你吃饭 没办法替代你睡觉 消除疲劳 佛菩萨 那甚至是能告诉我们方法 做还是要我们自己去做 明觉也是一样 您一定要脚踏实地地去练习 千万不要存着偷鸡取巧的心 别人没办法替代你修行 佛菩萨 佛菩萨在怎么慈悲 只能告诉你方法 给你环境 给你方法 但没办法替代你开发病觉 你的心要柄 要柄或是无柄 那看你怎么去选择 如果你真的要从无柄的世界 来到清醒明觉的世界 一定要一步一脚硬地去开发 只要你掌握正确的观念方法 认真的去练习 一天的用功 就会有一天的效果 一个小时的用功 就会有一个小时的效果 绝对功不堂倦 但是要靠你自己 有魄力 有决心 脚踏实地地去练习 你开发病觉 你就能够开启你生命 无尽的保障 真正的开发病觉 明心 你的心就会逐渐地清净 你会提升到什么叫做 心静 佛土静 好 早上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要保持禁语 收射六根 保持禁语 精进用功 但不要绷紧 要放松 放松 放松 但不是放纵 放松 好好地精进用功 你越宁静 越沉淀 你得到的保 就会越多 有人有提到 我正是在讲的时候 声音比较小声 他听不到 禅修时候 跟平常讲经说法时候的声音 音频音调 那是不一样的 平常讲经说法的时候 声音是比较大声 比较激昂 比较高亢 如果平常讲课声音 很沉稳的话 那大家很多人就会昏昏日睡 所以平常讲课讲经说法 有讲经说法的声音音调 禅修的时候 有禅修时候的声音音调 包括在禅修前期 中期 后期 那个声音音频音调 都不一样 因为这是心灵灵净沉淀的问题 如果在禅修期间 你讲话 声音还很大声 很高 或是波动比较大的话 那参加禅修的人 心灵不容易灵静下来 当你带领的人 你讲话的声音 能够逐渐的灵静 沉淀 柔和 你会带给整个禅修的气氛磁场 逐渐的安定 灵静 响可 大家也比较容易入定 容易真正的灵静下来 身心的稳定 沉淀 灵静 要知道 我们的声音音频 它是影响非常大的 所以你要讲经说法容易 要真正带禅修 不容易 如果你的心 没有真正静下来 你带不了禅修的 你只是带个形式 或是练一些技巧技术而已 那这个声音音频 要能够灵静静得下来 这个也不是装出来的 你要装 你也装不出来 是平常就要慢慢的练习 有高亢 也有沉稳 如果你的心静不下来 你的声音就静不下来 你的心是浮动的 你的声音也会是浮动的 你的心如果粗鲁的 你的声音也会是粗鲁的 所以要带禅修 因为这是属于心灵的 灵静沉淀净化 声音影响很大 所以为什么希望大家要禁于 你的善心杂化 会影响到大家的灵静品质 如果心没有灵静下来 那你只是用六根的一根在运作而已 你没办法深入到心灵层次里面 那真正要开悟 那一定都是用你清静 灵静的心去心灵神会 你要心灵神会 一定要来到灵静 清静 寂静 所以为什么一直跟大家强调 要收射六根 要灵静下来 沉淀下来 如果你们没有静下来